今天要介紹花蓮壽風的四家美食景點 第一站壽風早點 八元一顆的招牌煎餃給它夾好夾滿 雙蛋的蛋漿大米也是必是不能錯過的 第二家來到了楓春冰果店 使用了清爽的甘蔗冰來打基底 上面的配料簡單六種選兩種 老闆用料實在塞好塞滿 第三家春葵冰工廠 這家冰店的食材為純手工 主打自然原味 剉冰的基底是老闆清草的黑糖冰 來到這記得必點上一個隱藏版的梅子酒冰淇淋 第四家來到了小河山谷 內用廠長刻滿建議先行定位 手打肉排南瓜咖哩好吃不多說